疫情冲击 店家暂停营业 民众收入减少 却还是得想办法缴租金 民众党团立委与奥尔斯都市改革组织 催妈妈基金会召开线上记者会 呼吁政府纾困预算要纳入租金补贴 并且禁止房东在疫情期间 对疫情缴不出房租者下达驱逐令 来去协助这些租屋 所以我最后再次强调 这三件事情都应该做 而且它各自有不同的需要克服的事 有不同的效果 但是从眼前从最急的角度 做速度最快的角度 我们觉得至少政府在4.0方面 至少应该先优先发放租金补贴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接获很多房客 甚至房东或是包租贷款的业者 在反映就是说 事实上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案例 已经是就是受到负不起租金 这样的一个麻烦 因为这波疫情又急又猛 所以我们会建立就是说 纾困基金里面给予符合受支业 或减盘通缉者 以及有租屋适时的这些民众的话 应该有50%的额外的资源 从输困基金来给予协助 民众党团表示 面对等同国难的疫情 民众要一边承受染疫的风险 还要担心无法维持日常生活 呼吁政府不只要救穷 更要救急 透过纾困及施语 让民众安稳度过疫情 记者林锡慧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